在北港調天宮附近有一個環境創業的青年蘇永恆 所來開啟的咖啡店 因為自己有創業開啟店的忙 加上對咖啡的日前就回到家鄉北港來開啟咖啡店 點來最大的電視就是每一項咖啡豆都是自己的 歡迎大家來到調天宮拜拜的時候就來喝咖啡 一顆一顆好好的咖啡豆都是老闆蘇永恆自己親手製作的 每一項咖啡豆都有特別的香氣和煮味 北港調天宮附近有一間特別的咖啡店 由環境青年蘇永恆補到創業的榜上 加上他對咖啡的日前所開設的 當中每一項咖啡豆的品質都是他親自掛保證 也希望讓客人可以喝到用心製作的咖啡 享受棒上的時間 咖啡豆的話 我們店內就是都會把生豆經過特別的 把瑕疵豆一一的仔細挑選掉 就是會用心的去把它篩選掉 對人體就是身體比較不好的因素 所以這方面會下比較多的苦心 然後就是再下去自己烘成熟豆 讓客戶就是可以品嘗到比較有品質的咖啡這樣子 我們店包含我們店內的甜點也都是自己手做的這樣子 所以時間上的話我們自己烘豆自己做甜點的部分 可能時間都會拉比較長 所以英漢也在每一年都會演化出咖啡類和甜料 也會隨著自己來推出豐富的商品 它也表示希望未來可以跟北港的店頭處合作 讓來到店來喝咖啡的油客都可以吃到北港町豐富的食材 每一年我們都會去用不一樣風格的咖啡類刮包 對那甚至過年的時候我們也都會做成禮盒式的 但每一年的禮盒可能會不太一樣 有時候會隨著季節或是節日讓客戶有更多的選擇 之後的話可能會有考慮跟店家做配合 那裡面再放當地的大餅或者是比較有特色的一些伴手裡 麻油也好什麼都OK 再下去做結合讓大家分認識我們北港 這間咖啡店不然是素贏和實現創藥妄想的地方 也是它跟故鄉重要的連結 今也非常歡迎大家來到北港調天宮拜拜的時候 來點來喝咖啡享受榜上的時間 記得等下新菜的方式